Hello,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现在比较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什么呢,现在到了打疫苗的时候,流感季又到了 现在不同就是说不只是流感,现在又多了一个COVID,就是说新冠 所以说广告也好,或者是各方面的信息 每年这个时候是商家推销他们疫苗的非常好的时间 为什么呢,我以前在药店干,到处来一个客户,来一个客人就问,打疫苗没有 为什么,挣的比较多 但是还是建议是好的,和以往不同 以前只是我们担心到流感季打流感 后来加了一个SARS,在流感的疫苗里面已经有了SARS 在疫针里面,你不用分着打 现在又多了一个COVID,所以问题就来了,就是说现在有没有疫苗 这个流感和这个我们说的Flu vaccine和这个COVID vaccine,是不是Combination在一起的 到目前为止,我查一下没有,我最新看到消息是8月份发布的,现在正在第三期的实验 而且我看到新闻哪天,新闻一般都不太准确,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就是现在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往鼻子里面,不是扎针的,往鼻子里打的这个疫苗 正在也是正在clinical trial,第几期我不知道,但是有望就是在以后会出来 所以说呢,以后有可能就是说不只有打针的这种注射式的疫苗,也许还会有鼻子里的 Flu这个以前就有这个鼻子里的,所以说呢,我查一下,刚才说了,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二合一的流感和COVID二合一的疫苗,现在没有 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呢,基本上啊,你现在看到的广告都是,you get flu and vaccine and COVID at the same time 所以说呢,你英文不太好的话呢,你就会误以为啊,我这个一针就全包括了,其实不是啊 我不是他是故意的这么说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呢,你从那个信息来讲没毛病啊 但是从理解的方面啊,有可能是一个误导,所以说呢,我特地查了一下啊 刚才说我二合一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你说到2004年结束之前有没有啊 我也不知道就FDA的审核过程要多长啊,也许会他有加速审核什么的啊,也许会有这个啊 但是呢,现在是第三期啊,8月份的新闻啊,是第三期 所以说呢,如果你,呃,比较这个,对这个扎针比较那什么的话呢,你也许愿意等啊,呃,再等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等啊,健康是第一位的啊,既然你可以,呃,呃,打两个疫苗 at the same time 就同时一时间打啊,就没问题啊,所以说呢,我特地查了一查 这个CDC啊,对这个,呃,疫苗的建议啊,CDC他说呢,呃,建议六月以上的啊,都要去打啊,都要去打啊,但是呢,特殊人群啊,特殊人群,就是说如果你是,呃,孕妇的或者是这个,呃,孕妇的话呢,呃,你在第三期的话呢,呃,你在七八月的时候呢,就要去打啊,就要去打啊,呃, 嗯,还有啊,就是这个,如果是小孩啊,你要打两针的那种小孩,两个,呃,两个一,两,打两次的那种小孩,啊,你要七八月份时开始打,因为呢,他要赶在这个流感的高峰时期啊,让你疫苗发挥作用啊,所以说你七八月份打第一针啊,第一,到了九十月份打第二针啊,是正好啊,是正好啊,是正好啊,如果你是确实啊,是一种特殊的群体的话呢,啊,你也可以扫打啊,但是呢,他不建议啊, 不建议,不建议早打,这里有一条啊,如果是,呃,六十五岁以上啊,或者是你,你是第一期和第二期这个,呃,怀孕的话呢,啊,他,他,他让,不让你啊,尽量不要在七八月份去去打啊,这原,背后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疫苗,都有一个,呃,产生抗体嘛,你打疫苗之后,产生抗体,产生抗体,产生抗体,要需要一个时间啊,当时,如果你打得早的话呢,到一,到这个,呃, 时,呃,一般他预防是90月的啊,就是11月,12月,或者冬天的时候啊,到那高发的时候呢,你这个抗体,其实高峰期已经过了啊,高峰期已经过了,所以说呢,他不建议你啊,早打啊,最好的ideal time啊,就是最理想的时候呢,是90月份啊,90月份,然后呢,啊,下一个啊,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哎, 现在,现在,我说没有这个,呃,二合一的疫苗啊,二合一的疫苗啊,怎么办啊,我就怎么样,现在就说,你可以两个一起打啊,一起打,然后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安全不安全啊,还是CDC的啊,CDC的,CDC呢,呃, 高啊,呃,首先说啊,呃,is it safe,right here,ok,他说呢,根据这个,科学研究表明啊,安全的啊,是安全的,但是你说这个,有没有这个,有一些身体症状,比如说低烧啊,或者什么的啊,有可能有,这不有吗,啊,他说,fatigue,啊,fatigue headache,或者这个肌肉痛啊,注射区疼痛啊,一系列, 可能会有,所以说,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呃,我到底是两针一起打啊,还是分着打,呃,如果你认为自己这个身体不错的话啊,啊,两个一起打啊,没问题啊,他说了,如果就一些小毛病,对吧,你可以承受,但是呢,如果你出于安全方面啊,你说我比较胆小啊,我出,我不想要这个,这个会有什么症状,那你就分开打啊,那你就分开打啊,那你就分开打啊,分开打就是, 因为呢,有可能这么来讲吧,我打一个,确实我身体没有什么状况,你两个同时打啊,有可能这个几率增加,就是状况的几率就增加了,所以说呢,从叫这个,从这个保守的啊,这个安全方面考虑啊,如果你确实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呢,哎,你就去分着打啊,就是分着打,但是呢, 他说呢,如果啊,这个你去,呃,就是我去一次啊,一起打的话啊,他是怎么打,他说,哎,你只要这个打在这个身体的不同度呗啊,只要这个one inch part啊,就一英寸,隔开一英寸啊,就可以啊,就说什么呢,如果我说啊,我是一个,呃,经常活动,或者用这个,呃,胳膊啊,比如说我是,我是右胳膊,我经常用右胳膊,我不想打在右胳膊上面, 一般来讲,他是一个左胳膊,一个右胳膊,对吧,那你说啊,我不想打右胳膊,我经常用这个右胳膊,我怕以后肿痛什么的,对吧,我都有打在左胳膊上面,可以吗,可以啊,只要你离开一英寸,至少一英寸就可以,可以,所以不用担心啊,呃,然后呢,他说这个,呃,为什么有人问了啊,为什么我要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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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打,人说没什么,就是出convenient啊,比较方便,你不用再跑两次啊,不用再跑两次,对吧,呃,然后呢,有人说啊, 我刚才说过,有一些人我比较点小,我说啊,我不想一次打,我就要分开两次打,这样我会这个,保险一些,我不想要这个这么,有些状况,你说我隔多长时间去打这个,比如我先打了流感,我再去打这个新冠COVID,或者我先打了COVID,再去打流感啊,我中间要隔多长时间,他说啊,没有,没有任何的限制啊,隔多长时间都行,一般来讲,我认为啊,呃,一个星期左右也够了,如果你有状况,比如说我打完了这个流感疫苗,确实身体有状况, 等你状况没了,你得去打下一个去,啊,如果你过了一星期,我过三四天,也没有什么状况,也不会有什么状况,你觉着啊,你就去打下一个,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啊,就是这RSV vaccine,啊,他说这个,也是啊,对这个65岁以上的啊,这个老年人呢,这个群体是这个recommended,啊,说说,哎,我要这个也打的话呢,啊,可不可以也在一起打,他说没问题啊,他的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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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衣霄也没问题,是不是说什么,对,嗯,但顺着他说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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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证据比较不是特别多 不是特别多 一定要你先和你的医生 什么说咨询一下 所以说按我来讲 我看他写着既然他不太确定的话 那我还是分着打 那我还是分着打 他说如果我想要到一起打的话 会有什么 他说如果你是RSV和流感疫苗 一起打的话 会 more likely to have injection side reactions 或者其他的common side effects 是吧 所以说他这里既然给出了一个不确定的答案 就是不确定是不是 不确定你是不是一起打完全没问题 但是确定了 most likely你会有问题 那就是说最好你要分开打 你就要分开打 然后他这里又说一个 你说我说刚才说的是流感 Flu和RSV 他现在说 我合不合理 就三针一起打 三针一起打 他还是说了 这是也是一个不太确定的 他说你要三针一起打 也要跟你那个health provider 跟你医生聊一聊 我如果是医生的话 我如果是医生的话 我也不想找麻烦 因为我如果 刚才他前面说过了 这流感和这个RSV一起打的话 会有问题 如果这仨的一起打 有问题的可能性更高 所以说我也不想给我的病人做这种 不确定的建议 而且又一出事了 过来跟我医闹 对吧 所以说如果这个病人确实想打三针的话 他要想少跑 你说我要跑三次 不用 你可以跑两次 COVID新冠和流感一起打 然后你再打RSV 再打RSV 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还要说一点 其实现在 有一个 现在就是说 按照现在 以前在COVID流行的时候 政府会发一些检测盒 现在那些检测盒应该都失效了 现在政府就出台了新政策 给一个检测盒 每家每户 都有免费的检测盒 根据你的人口不同 你可以去上网 填一个表 填个表之后 他免费给你寄过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措施呢 因为我认为 政府的资料 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他有现在新冠 抬头的趋势 有重来的趋势 所以说为了防患于未然 所以说他做了这项措施 所以说免费 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 还有一个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现在COVID有两种药 已经在市面上已经有了 以前也是免费的 但是现在如果你有保险的话 就没有 跟你保险不同 你的价格也不同 从你付几十到几百都是有的 有两个 一个是Pikeslovy 还有一个是Lagabriel 两个药 现在都有 一般来讲 如果你身体没有什么状况的话 一般都是Pikeslovy 如果你有身体一些状况的话 因为Pikeslovy 它的限制比较多 限制比较多 注意的事项比较多 所以对很多人不太适用 但是Lagabriel 是第二个选择 如果你身体有状况的话 不适合用Pikeslovy 你就用Lagabriel 现在再说一点 就是说大家有疑问 就是说从商家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推销流感疫苗 就是因为它赚多 但是从保险的方面来讲 对我们用户来讲 对下面的群众来讲 我刚才忘了说了 这些疫苗基本上 如果你有一个保险的话 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不用担心价格的问题 为什么你说 这个保险公司真好 真好 太好了 这叫什么 悬浒济世 其实不是 因为这些 对保险公司来讲 都是小价钱 就是小价钱 如果你真的没有 因为价钱太贵 你不去打疫苗的话 你最后 你是得了这个流感也好 是不是COVID也好 ISV也好 它最后保险公司 付的费用 要比这个付的疫苗 要多几十倍的费用 它要cover你 所以说 出于商业的目的 商业的目的 所以省钱的目的 它是从这个目的来出发 说你去打疫苗 不用花钱 它也并不是什么 真正的为你的健康考虑 它是从钱的资本主义 你所有的东西 都是从资本的方向 从经济的方向去分析 一般都没有错 一般都没有错 但是从受众来讲 从受众来讲 不管它的出发点怎么样 我们就是受众 我们受众 就是要受益群体 怎么受益呢 就是说 这个我确实不用花钱 省了钱了 还能预防疾病 谁也不愿得病 对吧 你打一针 基本上这些病都没有了 挺好 还有一个 如果你说 我确实也没有保险 我也不愿花钱 我怎么办 你去当地 当地找一些 有一些政府 政府的下面 开了一些诊所 专门是打疫苗的 就给没有保险的人 给去打疫苗 你去搜一搜 有这些地方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打的这些 因为是医学院 对吧 都要去实习 是去医院 都要打疫苗 各种什么 甲肝乙肝 这些疫苗 所有都要打 我都去那里打的 都是完全免费的 完全免费的 所以说 钱的方面 如果你身体不好 我还是建议 钱的方面 并不是第一选择 健康保命 是第一选择 不要舍命不舍财 不舍财 帮助 给 不要 阮